首先來關心天氣 東北季風持續增強 尤其東北部山區 要留意好雨的發生 隨著潭美颱風接近 整體雨勢會越晚越增強 氣象署提醒 星期四到星期五 陰風面會有劇烈降雨 而西半部則是會有強風發生 要特別留意 氣象署預計 颱風將在週四 登陸菲律賓 屢宋島 屆時也是距離臺灣相對較近的時間點 基隆北海岸 大臺北 東半部地區 以及恆春半島 都要嚴防有局部大雨 甚至豪雨 颱風逐漸接近前 週二下半天起到週三 東北季風再增強 就會為基隆北海岸 東北部以及大臺北山區帶來局部大雨 而宜蘭山區則要嚴防豪雨 週四起 東北季風和颱風外環流交互影響下 陰風面雨勢劇烈 北部 宜蘭花蓮山區持續下雨 且有豪雨以上等級降雨 週四到週五會是降雨最劇烈的時候 專家分析 因太平洋高壓勢力比預報來得強 因此將颱風推往菲律賓方向持續吸進 之後進入南海 預計週末起 臺灣就會恢復到東北季風影響的天氣形態 陰風面地區仍有局部短暫震雨 而其他地區則為多雲倒晴的天氣 記者 零間台報導